幸福快乐其实也可以很简单 你的我的大家的城市梦想家 哈喽听众好朋友中秋节快乐 欢迎收听城市梦想家 我是佩玄 中秋节即将到来 在这温馨的节日里 除了要跟亲人团聚之外 也少不了美味的月饼来应景 所以坊间为了秋节送礼的商机 大家都使出浑身解数 百货公司真相推出中秋节的预购活动 那地方美食高饼名店 五星级的饭店 也提供各式各样特色的礼盒 供我们选择 也包括连锁便利超商 或者是大卖场 都在真实这块消费大饼 很多店家提供 之前的预购 或者是指定的信用卡 可以再想额外的优惠等等 来刺激消费者采购礼品 用品跟食品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选择礼品 才是受礼者喜欢的东西呢 而且是应景的礼品 那价格大概是在什么样的程度 才是最主流最畅销的商品呢 也有听众朋友 喜欢购买宅配的商品哦 听说今年网购名特产的部分啊 这个数量已经增加三成以上了 很多的听众朋友也会在家里面办烤肉趴 当然重中之重的主角就是烤肉的食材咯 那不管是鸡鸭鱼肉 海鲜蔬菜跟饮料 还有像烤肉架 烤肉酱啊 烤肉食要用的零零种种 不下数十种的东西 负责采购的人 应该要怎么买才对呢 怎样才能够省钱度假节 今天啊 那佩玄在节目中就邀请了一位朋友 是家乐福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公关经理何莫真 何小姐 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中秋节连续假期 精打细算的采购指南哦 听说烤肉趴里有四大天王 嘿 到底是哪四大天王 先让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节目马上会来告诉你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活动